你現在在看的是大爆死 Gorgeous Time 歡迎回到大爆死,我是阿死 嘩,厲害作狀的聲音 他的對白也是厲害作狀 沒錯,今天要和大家玩的就是 Bandai Henshin Bellator Deluxe Legend Driver 這條腰帶就是在YouTube配信的 Karmen Rider Gachato vs.Karmen Rider Legend 裡面是Karmen Rider Legend的變身腰帶 初初公佈這個Lidar的時候,大家都很開心 DK哥回來了 其實我由一開始 都對井上政大回來沒有任何期望 甚至乎有些不希望他回來 因為我會覺得如果井上政大回來 就會搶了主角的光芒 會把所有的Focus搶到那裡 很影響到劇的平衡性 跟莫說傳之後,Legend會加入TV版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不希望Legend是井上政大 現在是這個輝夜大人 我又很喜歡 大家看到很封面 有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有劇中BGM收錄 這個功能應該是DX第一次呢? 我記憶中是第一次 如果有錯,大家可以告訴我 其實腰帶的設計我覺得挺難看的 有點像Beast那條腰帶 上面就這樣了 嘩! 很齊人大閘俠 齊腳的 下面這個反而我自己很在意 因為有收錄BGM 所以有A-Flex的標誌在這裏 是幾個人的 後面就簡單的說明書告訴大家有什麼玩法 好,事不宜遲 我們一起來華麗變身了 好,開出來是這樣的 是不是有點眼熟呢? 這個底座呢? 稍後再說吧 有個腰帶連著底座 有這個說明書那裡 即是這個盒子那裡 就叫他做Bucco的 總之是稍後拍到腰帶中間的東西 他就叫做Bucco 這次附送的CAMI卡就有三張 一張當然是有Legend變身的那張卡 接著有兩張Legend Rider 就是Kuga和Files 這個都可以給甲冊套組裝一個新形式出來 稍後都會試完的 我們現在先玩一條BELL 閃閃發亮 這個就是Bucco 我想很多兄弟看完BANDAI賭米Channel 都會覺得 喂,好像腰大隻這件東西 那個透明黃色很橙 實物開到出來 其實就沒有BANDAI賭米Channel 那個那麼橙 反而感覺是 這傢伙忍尿忍了很久 又或者有些熱氣 拔出來那些尿的顏色 一隻偏深一點的黃色 而不是一個很BlingBling的黃色 大家看到它的透明膠 是有點閃粉的 這件東西其實一拿出來 我是馬上想起周星馳 這個大耐物探靈靈法 寶龍一鑿地拿一個令牌出來 有個這樣的感覺 這次入電要開螺絲 小麻煩 入三顆3A電 開關在這裏 開啦 每次開機聽見 他讀自己的DRIVER的名字 我都好想笑 我馬上想起 詹瑞文 我經常聽見 他說什麼 LUJU DRIVER LUJU DRIVER 這個腰 vikt risky 似要像DK DRIVER一樣 用了曝路大喜多 來配音 好 開機之後就要拔下去了 好 我們再玩跟單屏 LUJU DRIVER 拔下去了 插了BUCKLE之後 要將卡卡牌 這張鏡鏡卡 後面就沒有Cachato的半個頭盔 而是一個箭咀的 pattern 的紋 就把插進去 跟 DK 的腰帶相反的操作就是拔開 打開底座後 中間的Bucco就會旋轉 到大閘門就會打開 之後有一下Lerger 變身聲效 大家聽到那個變身聲效 都是很DK 的風格 開頭如果沒有看一套劇 就會覺得這傢伙老了DK Bandai 光狼才盡blahblah的情況 但劇情又掩飾得不錯 解釋得不錯 輝爺大人因為小時候被DK 救過 我想這個英雄的印象 就深刻刻在他腦海裡 加上他爺爺臨終之前 就跟他說你一定會發光發亮 把兩個元素加起來 就像有一個金閃閃的DK 就像整件事說得通 那條腰帶 就像我剛才所說 很有Beastle的腰帶 特別是配色 加上一些石 雖然石其實就是揮大人自己的個人喜好 但還是很有Beastle的感覺 有些人不太知道怎麼擺一條腰帶 因為他打開了大閘門之後 其實是有點大的 接著出絕招又要扭橫 其實會困地的 如果腰帶的左 我多多一個 嵌高一點可能會好一點 現在我只有一個 如果你不嵌高 他會刮地 我要退出燈箱最出的位 如果角度光暗怪怪的 敬請見諒 好 我們就嘗試出絕招 遇出一切,真的有一種回到2009年的感覺 總之中間透明膠的位置會有黃白燈輪流出現 在劇中, Legend也變成了幾款不同的Legend Rider 當然這條腰帶也做到這個功能 這條腰帶是對應100種以上的Chemy Card 也試一下給大家看 我們先拔出一張卡 我覺得最差的是沒有一個按鈕給你頂一張卡 其實這張卡是很容易瘦皮的 用手指慢慢夾出來 我們現在試徐黑附送的徐黑 Kami Ride 好 Gorgeous Fice Complete Kami Ride 這個絕招會是怎樣 都是Gorgeous Attack Wild 變成了讀Fice的名字 之後也是很頑皮 好,我們試一下Kuga K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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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了剛才的圓牌 讀Fice制定名的名字 之後有一段仔的變身聲 我想知道是不是各個都大爆炸聲就算了 對,出絕招只有名字不同 爆炸聲效就一樣 好,之後就試BGM模式 很難拔出卡 糟糕,可否有個按鈕把卡扔出來 好,後面音樂 我們沒有卡 的時候扭轉 之後打開 接著就會進入BGM播放模式 這個BGM播放模式很過癮 它一邊播放 你可以像CSM一樣 一邊播放的時候一邊變身 就是這樣 但是變身的時候音樂會小聲 之後會大聲 除了對應Legend Rider之外 其實其他的CAMI卡都會對應 拿幾張試一下 我們現在試這個是消防車 好,奶奶奶 對面的 就是 對面的 都不會有問題 其實Gashatot 很多的產品 讀卡功能都很齊全 包括那個網絡 好像很廢的CAMI Riser 其實都是讀得齊 這麼多一張卡 試一下這個level 10 這個早前兄弟贈送的 XV10 庭炸妮 都讀得到 的 好,再試一下其他 最喜歡試這個King Orger 因為真的蠻特別 出絕招是怎樣的呢?剛才也沒聽 Golden Attack Ride Golden Attack Ride 就是這樣 我看網上有些傻佬說 這個Kachata Doraibar 都讀不到Gizzi二三騎的聲音 就瘋了 當然可以 這條腰帶也是讀到Gizzi二三騎 甚至乎Glazer、Gleria 那些都讀到 因為本身已經有這個功能 亦都預計劇場版會有這個連動 所以基本上所有產品都讀到 Pilo Fight Go Chess Muffer Cross out So be Ready Fight Go Chess G G Loading Ready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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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帶的大概玩法 試完給大家看 當然有很多卡他都讀到 留待給大家慢慢發掘 不過有件事很過癮 就是 一邊玩這條腰帶一邊覺得自己是 回到2009年 為什麼這樣說呢 現在就拆了一個桌子 出來給大家看看 2008年 甚至乎是 大家看看這個字 2009年 Bandai 2008 Make in China 這就是DK 播放的年份 即時說 這條腰帶的底座 其實就是用DK 那條改出來的 大家想想 在2024年 還沒找到2009年的腰帶的底座 你說Bandai 是不是極環保呢 其實就只是改了這個位置 他就上多了兩塊 透明黃色的膠 在這裡 有些老套 因為這些舊式腰帶 就是 他出不到High Spec Bell 因為他這個是上死了 即是不像新世代的腰帶 可以左右拆 很輕易就換到一條High Spec Bell 這個就搞不定了 嗯 怎麼辦 最後呢 就試試看 Cougar 和Vice 的CAMI card 就放入 Cachato Torabar 使用 好 這樣 用了這兩張卡 就可以變成CAMI card Cachato Exit Mighty 即是劇中第一集 管家鑑生幫他變成形狀 老實實 那件環保甲 砌出來的效果都很噁心 唉 今天就出了絕招 不用再 CAMI ca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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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all 好 大概的玩法 都跟大家試過 但是還有很多CAMI card 我沒理由逐章試 拍到天亮都未拍完 留待給大家發掘 這盒東西買的時候 就成為$299 至於你說這條腰帶好不好玩 感覺有點微妙 因為其實玩法不新鮮 按照Copy and Paste Decatur Libar 但是可能因為 對這個Decatur Libar 都頗長時間了 即是這條腰帶 雖然玩法不新鮮 但是你拿上手 會有一種想繼續拔換的感覺 另一個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 是這條腰帶 都是Makku大喜多先生的配音 對比Cachato Delibar 或者CAMI riser 等等的DX玩具 就因為聲效是一樣的 有Makku大喜多先生的配音 有感覺好像比較新鮮 而且這次加入了BGM的玩法 雖然喇叭的聲音很差 其實那個音質 不是很音質的音質 音樂的質素 很麻煩 但是也算是有一個進步 希望之後的DX 都可以加入一些類似玩法 這些是優點 我覺得是 至於燈效 我覺得就普普通通 沒有太特別的表現 你越多卡 就試到它 越多不同顏色的燈 燈就算亮了 都不是很刺激 我覺得 那些燈不太驚喜 而弱柱就是 拿一張卡出來 好麻煩 基本上你閃卡 我覺得再玩多十多二十次 就完蛋了 這個是缺點 顏色方面 也有少少官途欺詐 官方的黃點 Bling點 大概就是這樣 還有我覺得最老套 就是腰帶低了 用回08、09年 那款 變相你換不到 High Spec Bell 我自己覺得 不太可以接受 這個角色 其實劇組 都說是一個重藥 因為它不是一個 周年紀念角色 但是用的Item 整個表達 好是一個 周年紀念的人物 就說如果貿貿然 將它加入TV本篇 是對TV本篇的一個猛弱 猛弱 你說是好又行 不好都行 如果你受不了 就堪加link 對不對 但是 看現在的趨勢 你的張卡 都會加入TV本篇 因為在Youtube配信 那個spin-off 最後輝爺都說 保太郎 我會來找你 對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下一集 再跟大家玩過其他不同的玩具 就這樣 拜拜